会同高市府观光局以及相关执法单位 台电人员进入非法旅宿业者 进行强制断水断电 高市府观光局长高敏林表示 为了保障旅客来到高雄的住宿安全和品质 市府对非法经营旅宿业者绝不宽待 也会持续严正执法 那郑旅馆因为是 依据观光发展条例 郑旅馆是为领友相关的这个执照 而进行这个经营旅馆业 所以我们也进行相关的财阀 那而后发现他没有依照规定来进行歇业 所以再处以30万的这个财金 那发现该旅馆还是一直不听相关的劝导 跟要求持续有营业的事实 所以在1月2号我们针对这个 他这些非法经营的状况跟行为 来进行断水断电 因应农历春节的即将到来 以及黄色小鸭再度立临高雄 高市府观光局 密集集查市区各级旅馆饭店业者 这是2024年开工首日 会对未在七弦路上的正旅馆进行强制断水电 是因为该业者无视先前的财阀 依然无照对外营业 那2024年元旦隔天的第一天上班日也就是1月2号 那观光局由我们孙春梁副局长率相关的单位 包括警察公务 那还有自在水公司跟台电 针对非法旅宿正旅馆进行断水断电 那在此也呼吁所有的这个旅宿业 跟我们高雄市的相关业者 能够共同来维护高雄市的旅宿品质 同时接下来呢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而在1月27号跟整个过年期间 都还有这个黄色小鸭要来高雄 所以也希望在这段时间 相关的旅宿业者能够共同维护高雄市的城市形象 以及观光品质 那切莫以身世法 也不要借机烘台价格 观光局表示 2023年疫情后开始 高雄市陆续有演唱会 以及大型活动的举办 观光人潮大爆发 也带动了旅客住宿的需求 呼吁旅宿业者务烘台房价 若有超出行刑 已将会租房开罚1到5万元不等 记者李嘉隆高雄报导